文静女孩王雅琴的必殺技是甚麼? 自從王雅琴和鄭思維合作開始 我已經喜歡看這位美女的混雙比賽 這位外表文静的女孩 究竟有甚麼必殺技令她們稱霸語談 現在我們來看看2023年中賽混雙秘組賽事 分析一下她的技術 第一王雅琴全面的能力好強 無論是身體素質、心理素質、攻防技術 網前封網技術還是發折發球技術 我覺得她是零缺點 第二不過她最厲害的特點是防守能力超強 而且她一直都保持著鎮定和冷靜的態度 因為當一位運動員的防守能力很強的時候 基本上是用技術指揮對手 她天生就有一種鎮定的心態 令她有能力贏球 第三大家留意一下 王雅琴的反手發球零失誤 她發球的手指動作細微 利用大拇指向前撤推 令球貼著網之後即刻迅速下追 第四當她被對手調動到後場時 她出球的目的性和上網追進的速度很快 網前技術實用性很高 第五當然還有一位全能搭檔正思維的配合 總括而言,王雅琴的必殺技 令她成為最具觀賞性的女運動員之一 她集合了能力、技術和冷靜的心態 展現出一位大將的風範 成為新一代運商女神天后 大家學懂未呢? 記得Subscribe我們Chancemonton 反覆練習啦!